相信郭敏老公王思聪大家都不陌生吧 作为王健林的独子 王思聪虽然是万达集团的董事之一 但对商业上的事情 却远不如对娱乐圈的事来得感兴趣 他自己也早就和王健林说过 想要在娱乐游戏行业发展 还很喜欢网红 我们都知道 王思聪除了郭敏老公的称号之外 还有一个头衔就是娱乐圈纪监委 回国后王思聪在网络上也非常活跃 对于一些别人不敢说的事情 王思聪却从来都是有话直说 直接对一部手机住家创业 半年月落十万 表解咖啡T23269288 不过前段时间 王思聪还直接对了一个人 这次却被直接对回来了 这个人就是刘强东的妻子张泽天 说起张泽天很多人应该也知道 当年就是英高二十 被同学拍下喝奶茶的照片 放到网上后走红 而被称为奶茶妹妹 而他的体操特长 也为他进入清华大学加了不少分 张泽天毕业后 在毕业后不久 就嫁给了京东董事长刘强东 两人的年龄差是蛮大的 不过婚后也是非常恩爱 不过我们也知道王思聪从来都是个特立独行 不走寻常路的人 几年前 王思聪就因在京东上购买了二百元字张的电脑桌 迟迟没有收到货 指责京东店大欺人 这次又和刘强东杠上了 王思聪称 张泽天作为清华大学的高材生 年纪轻轻还学人家找个有钱的老公上位 是侮辱了自己的学历 对此刘强东也直接喊话王思聪 年轻人还是低调点好 先把家里的战缓完吧 据说王建林知道这件事之后表示 王思聪有自己的想法 作为父亲他不会多加干涉 应该让王思聪自己去处理 王思聪对过不少人 这次说 他却被直接对回了 对方 年轻人低调点